派你洗澡了 爱我 然后就在说喜欢 因为它就有车 就喜欢飙车改车 这个开刀啊 曾经年少轻狂 因为车祸 肚子上留下三十多公分的疤痕 加上身体右半边中风 都让它难以承受 后面还知道是因为就这样 不一定回复 不一定忍走 然后说可能要复健 复健场合有结果 然后就说我人生这样活着干嘛 这时慈继之工 成了他最坚强的后盾 鼓励他复健 更鼓励他要继续念书 我说话都在听 我说叫他认真读书 未来的持路 教同去找工作 十四岁那一年他打工 左手四根手指头被压断 车祸又让右手没有力气 他靠着大拇指夹住画笔 他很阳光 就我们志工就是给他正向的能量嘛 然后他就会走出他自己生命的蓝天 你未来想做什么 西线自主持 画一些商品的一些构造图 然后让给一些工作人员去做 可以带来持续怎么做 你冬天夏天都没在习惯 喂 这是什么 床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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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的鼓励 直接的关心 你的帮助跟照顾 志工就像妈妈一样爱护和叮咛 爸爸看着儿子的转变也很欣慰 生命的低潮也许是另外一个转机 阳光男孩许同学勇敢跨越障碍 迎向阳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